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8月31日 星期六 今天是831 五周年 這個話題無論如何都要說 沒辦法迴避 經歷了五年的時間 當然831裏面有很多傳聞 究竟有沒有打死人呢 我們 不能夠完全支持這個說法 但是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證據去否定 畢竟當日警察的行動 凶悍到幾乎想殺光裡面的人 好像想逃城一樣 看到警察 衝進去地鐵站 見人就打 見人就打 不論是 其實我看 不可以用無差別攻擊 因為他是有目標的 他們不會對老人家下手 他們不會對老坑中坑下手 因為他們的目標是年青人 只要是年青人 甚麼人都打 有一個10歲的小朋友 我看最多也是10歲 被人打穿頭 他穿著白色的T恤 那些血就由他的頭滴到T恤 只有10歲 警察也照打 因為有打錯 沒有放過 那些老坑中坑他們不會對老坑 因為那些是他們的幫手 他們認定年青人就是搞事 所以這場是一場針對年青人 的恐怖襲擊 當初傳言說打死人 是基於 某些情況 因為他們 最後封鎖了太子站 還有 油麻地有旺角的幾個站 全部封鎖了 他們封鎖了那些站之後 那些救護員想進去 求他們打開門 去 幫一些人 治療 而警察是拒絕的 就憑這一點 所以傳了那麼多年 831打死人 721不見人 就是這樣傳出來 你的行為很明顯是掩飾一宗很 嚴重的罪案 除了打死人之外 我想不到有甚麼需要掩飾 受傷就任由他們 救護員來救救 送到醫院 不是 他們 是可以透過地鐵 那些列車 把他們運送去 處理屍體 所以 你沒有辦法去否定 831打死人這個問題 當然 有沒有人在831上失蹤呢 我們不敢說 因為失蹤的人 他們也不敢去報警 原因 警察就是殺他們的人 所以那些人會問 有沒有人失蹤 誰失蹤 誰的子女不見了會出來說 是不會的 因為他們是可以 連那些人都一拼的 要他們消失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那天的恐怖 比起721更加離譜 721是警察 縱容一班鄉黑 一班流氓 拿著武器 藤條鐵通 以及木軍 追打一些 放工 經過屯門站的人 他們那個時候真的無差別攻擊了 誰人都打 看到任何人都追打 有大肚子 也被他們照打 當然立場那位姐姐 去到的時候一樣被人打 有個廚師放工 被人打到背脊花光 被人打到幾十個背脊花光 這些不是恐怖襲擊是甚麼呢 他們除了拿著枝AK47之外 跟IS是一模一樣 但是 我們看到721已經很惡劣了 去到831 其實比起721的性質更加惡劣 惡劣了多少倍 100倍 怎麼來比 我們說 因為 當時的831 是由一班訓練有數 拿著武器 拿著胡椒噴霧的武裝警察 他們衝上去地鐵 見人就打 即使人家跪地球搖 哭了口 他也繼續噴胡椒噴霧 繼續打 打穿人的頭之餘 還要噴胡椒噴霧去制服人 很明顯 這一班 跟六四的27軍、38軍是完全沒有分別 如果他們手上拿著真槍 他們就是去太子站進行屠城 所以你說 究竟 太子站有沒有人死到 我到現在 都不敢否定 因為你們實在是 有嫌疑 一個政府 竟然 可以做到 對自己的民眾發動恐襲 其實在歷史上 不是很多人 南韓的全斗換政府 當時他們 跟香港一樣 跟香港721一樣 他們找了一些白骨黨 黑社會組織 就是用他們 襲擊一些警察不方便偶打的學生 示威的事物 在光州那裏 追打 他們也是用鐵鏈、木棍、武器 除了槍之外的所有武器 去追打一些示威者、年青人 最終全斗換 是被判死刑 我也相信如果香港 接下來有正義的話 或者是共產黨倒退的話 李家超、林鄭月娥 鄧炳強等等這些官員 全部都應該是被判死的 因為只有死刑才可以贖罪 不是死刑沒有辦法把他們贖罪 大家說是不是 我們看到 那種 其實831的畫面 比起721更加震撼 為什麼我說那麼震撼呢 因為打你們的 你不可以還手 也不夠膽還手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一班警察應該是保護市民的 反過來 衝到地鐵 見人就打 跟64是沒有分別的 只是他們手上的 不是拿5、6式步槍房AK47的5、6式步槍 而是拿警棍胡椒噴霧 如果他們身上 手上 是拿著5、6式的自動步槍 他們一定會大開殺戒 將裡面的人全部殺死 所以 嚴格來說 是 接近64屠城級數的 831 之後傳出很多 消息、新聞 警察封了太子站 不讓人們出入 經常地鐵不敢停 然後閉路電視的畫面也都 不見了 被他們偷了 剩下硬照 硬照當然是 你想想 整晚流流牆在裡面 殺十萬人都可以 一晚上可以殺十萬人都可以 一個晚上可以殺十萬人 大家知道嗎 那當然吧 其中有幾個 警察太可受 拼死了 拼穿頭 重傷致死 不給他們救的 有多少人呢 可能是真的有 我們到現在都不敢否定 因為 你要證明有死人 要容易 你要證明沒有死人是很難的 除非地鐵將所有的閉路電視 把所有的閉路電視交出來 但是閉路電視也是盲點的 不是百分百 全角度看完的 當然是盲點看不到的 所以 這件事 將來一定是要徹查的 當然 港共政權現在會毀滅證據 地鐵公司也會配合毀滅證據 其實地鐵負責人 將來也要受刑的 他們也要接受這個審判 馬拉手負責地鐵的有關的人士 將來也要接受死刑 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如果你們這些人不判死刑 香港是沒得翻身的 林鄭 李家超 兩個班子的人 不判死刑 香港是沒得翻身的 我告訴大家 因為全世界不會再對你有信心 你要做一件事是最徹底的 清除所有的污點 將他們連根拔起 告訴大家 香港 重新做人 這個地方重新做回 正常的社會 而不是以前那種警察世界 警察國家 這場恐怖襲擊 其實 大家有沒有辦法舉例 其他國家會有些 類似的東西 除了 希特拉的國會縱火案 那件性質不太重 政府自己自編自導自演 又或者 中共也聽說也有的 六四的時候 他們也特意找一些人假裝流氓 就走去 向這個 軍車扔汽油彈 結果消死了三個解放軍 這件事應該是真的 但是 消死解放軍的 其實 就是中共 這個特務所為 也是目的 要使得解放軍 痛下殺手的原因 就是這群是暴徒來的 他們除了要推翻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之外 還是 屠殺我們軍人的暴徒 所以我們要將他們消滅 所以我們今天是來戰鬥的 這件事 其實每一個統治者 尤其是獨裁的統治者 都會做 香港政府 當然 他們犯下的罪 其實是輕足難輸 將香港一個 如此和平的社會 變成 如此暴淚的地方 警察衝進來見人就打 所以 這一天 831 五周年 我們一定要做這節特輯 提醒大家 這件事 這節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多謝 拜拜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